接着我们要做袖口的挑针 好袖口挑针我们来看一下说明 说明告诉你这个全部的袖圈一共要挑出90帧 要挑出90帧 然后他告诉你是用宿舍的线 然后两条线一起织 然后另外他告诉你的是你要织差不多一公分 大概是三段 三段三段的意思就是 好袖口看到没 挑针是第一段 挑针是第一段 然后上针 然后袖口的最终段是下针 下针完之后 通常我会去做上针逃手 就结束了 好 90帧要怎么挑 问题来了 你的这个段数有72段 对不对 段数有72段 段数有72段呢 你要挑出90帧 意思就是半片是多少帧 90除以2等于45帧 等于说这个半片要 这里要挑出45 这里要挑出45帧 那这里要挑出45帧 在72段之内要怎么操作呢 老师教你一个最简单的计算的方法 你把段数72段去除以3 除以3等份 你先除3 除3以后再乘2 差不多就等于48 你看你只要45帧 他这边数出来就差不多是48 你只要头尾记得 他三针挑 三针三段里面只能挑出2帧 那记得头跟尾是什么 就头跟尾就少做一次 各少做一次 你就挑出45帧 45帧 好我们来试试看 原则上是三段条2帧 好什么叫三段条2帧呢 同学对这里常常会有疑惑 等一下我们要挑针之前呢 先把线离好 好这两条线要先抓好 好这个是我要挑针的线 抓一下好 看清楚了 因为这边有很多的线 你要看清楚你最后的结束是哪里 最后的结束看到没 在这里我们记号就拔掉了 从这开始 这里是你的缝合的最后一针 那你也从这一段开始 然后呢 就记得三段只能挑出两针 所以每一段都先挑一针 一针隔壁段再挑一次 这就叫做三段条两针 两针 然后呢 空一段不挑的下一段 连续挑两针 一 二 空一段不挑再连续挑两针 懂了吗 这就叫做三段条两针 连续挑两针 然后空一段 空一段不挑再来 这里是一个 这里是两个 再空一段不挑的下一个 一个 两个 记得连条两个 空一段 连条两个 空一段 连条两针 空一段不挑再来连条两针 空一段不挑再来连条两针 空一段不挑再来 一个 两个 空一段不挑 再来一个 两个 这样可以吗 空一个不挑 好我们这边就先赶快挑过 我们把这一圈都挑起来 挑起来之后呢 然后记得你要织几行 再织两行 然后再来一行掏手 我们这个袖口就做完了 两边的袖口做完之后 下一堂课我们要来教的是 领口的挑针 所以呢下一节课 你会看到的是 绣圈的最后一针的结束 与领口挑针的开始 好拜拜